首尔郊区的一处酒吧里 一名黑帮小弟接到命令来到更衣间 准备取走事先藏好的毒品 就在这时 舞女善美突然从身后出现 以电机棒将其电晕过去 然后拿起毒品迅速逃离了现场 原来善美是一名瘾君子 没钱吸毒的他 便以这种方式搞来毒品 随后他将毒品藏进相机 放到男主阿宇的当铺里寄存 别看阿宇现在是一个 沉默寡淫的当铺老板 但在这之前 他却是韩国绝密特种部队的一名特工 专门执行一些危险任务 因此招惹了不少仇家 阿宇怀孕的妻子就因为他 而遭到仇人杀害 从这以后 阿宇便退出特种部队 回到老家开了一家当铺维持生活 妻子的死对阿宇打击很大 他将自己完全封闭起来 除顾客以外 不与任何人来往 直到隔壁女孩小米出现 彻底打破他原有的生活 而小米正是善美的女儿 从小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的小米 根本得不到母亲的照顾 于是他时常来隔壁找阿宇玩耍 两人一来二去熟悉起来 成为好朋友 小米的出现就像一道光 照醒了阿宇黑暗的内心 之后的日子里 小米经常来到阿宇家蹭吃蹭喝 慢慢的两人之间有了感情 另一边 得知毒品被偷的朴社长极其愤怒 对着掌管毒品生意的二把手万希 一顿掌握 并警告他三天之内找不回毒品 就等着给自己收拾吧 说完就离开了办公室 紧跟着万希就给同在黑帮的弟弟 惊号打去电话 通过调查 金浩很快找到了扇美 在一番言行逼供之下 得知毒品寄存在阿宇的当铺里 而这一幕恰巧被回家的小米撞见 随后 金浩派人前去拿回毒品 面对嚣张跋扈的混混 阿宇一点不惯毛病 一把夺下对方的刀 接着屋里传来窗户破裂的声音 楼下的金浩见状 立即派打手郡硕上去查看 发现地上躺着一个镖形大汉 另一名手下则被吓傻愣在原地 郡硕从阿宇那凌厉的眼神中看出 对方是个高手 于是没有急于动手 而是先打电话给金浩汇报情况 金浩利用扇美母女俩的性命 作为要挟逼阿宇交出相机 听到小米被抓 阿宇赶紧找出相机交给郡硕 在离开时 金浩让郡硕给阿宇留下一部手机 他要利用阿宇做一件大事 第二天 阿宇接到金浩电话 让他去指定地点开车 前往朴市长办公室进行交易 事成后便放了母女俩 为救回小米 阿宇不得不照做 按照约定 他驾车来到朴市长办公室 随后根据指示 拿着车里的一袋毒品上了楼 交给朴市长以后便让他放人 朴市长一脸猛逼 随即吩咐手下将阿宇控制住 并质问是谁派他来的 就在这时 万熙打了电话 原来万熙兄弟俩 早就对朴市长心生不满 他故意让阿宇带毒品前去交易 同时将这个消息告知警方 想以此来陷害朴市长 很快 警笛声从四面八方起来 为自保 朴市长让手下拖住警察 而他则趁机开车逃离 不知情的阿宇 以为朴市长耍赖不放人 于是争偷束缚 紧随其后追了上去 最后在一个路口将他截停 朴市长见情况不妙 立马弃车而逃 阿宇本想去追 却被身后警察团团围住 随后警方从阿宇后备箱里 找到被挖去所有器官的扇美 所有人都愣在原地 就这样 阿宇被当成嫌疑人 抓进警局 在这里 他十分担心小米的安危 当天夜里 阿宇打到六名值班警察逃了出来 开始四处寻找小米的下落 而侥幸逃出来的朴市长 也没落个好下场 最终还是被郡硕找到 当场杀死 之后 阿宇顺着经号留给他的手机 一路顺藤摸挂 找到一家手机店 从老板这里得知 万希兄弟俩不光贩卖毒品 他们还是当地最大的 非法器官交易组织 可谓是无恶不作 想到这 阿宇更加担心小米的安危 接着通过言行逼供的方式 得到他们交易地点的酒吧 与此同时 警局这边炸开锅 开始对阿宇身份展开调查 不查不要紧 一查直接吓一跳 原来 阿宇之前是情报局的一名顶级特工 从98年开始 到2006年 一直在执行秘密任务 曾获得过无数荣誉 直到后来妻子被杀 他便销声匿迹 再也没有出现过 看到这 警察不禁感叹 怪不得阿宇能在两分钟内 解决六人逃出警局 另一边 得到地址的阿宇 立马驱车赶往酒吧 却不想乘坐电梯时 刚好碰见万希 阿宇不认识万希 但万希却认出阿宇 看着来势汹汹的阿宇 他赶紧打电话 用暗宇通知警号 接到消息的警号 立马收拾东西 从后门离开 同时 留下俊朔负责解决阿宇 就这样 两位顶级高手 在楼道里相遇 俊朔直接掏枪射击 慌乱中阿宇 跑进洗手间躲避 俊朔紧随其后跟了进来 突然 阿宇手拿马桶盖 从一旁冲出 直接打掉俊朔手枪 接着双方便展开激烈肉搏 两人拳拳到肉 丝毫不手软 阿宇猛地发裂 扛起俊朔 就往墙上撞 却遭到猛烈轴击 不得不松开手 随后 俊朔一脚将阿宇提开 接着便捡枪迅速点射 结果被伸手敏捷的阿宇躲过 眼看情况莫妙 俊朔采取缓兵之计 跑到武池中央 准备来一个殊死搏斗 就在这时 万希突然出现一把摁住他 然后朝阿宇扔了一部手机 便转身带着俊朔离开 等阿宇追出去时 还是晚了一步 万希已经被手下开车接走 没过多久 阿宇接到电话 从对话中得知 小米还活着 但用不了多久 就会挖去眼角膜 万希十分嚣张地告诉他 要想救小米 可得抓紧时间 说完便挂断电话 这一番话彻底激怒阿宇 是要找回小米 将万希兄弟碎尸万段 随后阿宇开车 来到战友家寻求帮助 通过他搞来一把手枪 与此同时 被抓走的小米 被金浩关押在制毒工厂 在这里有许多 跟他一样的孩子 原来丧心病狂的金浩 一直利用孩子 进行贩毒制毒活动 等孩子稍微大点 再挖取器官卖钱 这天夜里 一个大点的孩子 来跟大家告别 他开心地说道 我要回家了 同时劝告小米等人 只有乖乖听话 才能早点回家 殊不知 他即将要跟这个世界告别 等孩子走后 单纯的小米 看到俊硕头上有伤 于是小心翼翼地 给他贴上一个创可贴 然后询问 是真的吗 只要乖乖听话 就能回家吗 这番话 让俊硕内心无味杂陈 另一边 阿宇根据战友提供的线索 一路跟踪贩毒的孩子 找到金浩的制毒工厂 随后 阿宇潜入进去 开始四处寻找小米下落 一圈下来 并没有小米踪迹 最后 他来到一个阴暗的房间里 看到金浩手下 正准备给一个小女孩 注射镇定剂 来不及多想 阿宇直接一枪爆头 听到声音的金浩 跟手下来到楼道查看情况 没想到 阿宇正站在黑暗中 举枪对着他们 他迅速将金浩手下解决完 金浩见情况不妙 想跑 却被一枪击中大腿 瞬间失去行动能力 接着阿宇像扔阿记一样 将金浩扔来扔去 之后 阿宇打电话给万希 让他拿小米交换金浩的命 心狠手赖的万希表面答应 但刚挂断电话 就让手下 立即挖去小米的眼角膜 他要让阿宇痛苦一辈子 而阿宇这边 也没给这个恶魔活的机会 一得到教育地点 便将金浩绑起来 将孩子带出去以后 一把火将制度工厂和金浩 炸成粉碎 瞬间火光冲天 随后 他一路驾车来到约定地点 见到了嚣张跋扈的万希 万希将小米的眼球 扔到阿宇脚边 阿宇跪在地上 痛哭流涕 接着万希询问金浩的下落 这时 阿宇缓缓站起来 眼神中充满杀机 他要为小米报仇 血洗整个黑帮 只见他迅速掏出手枪 开始疯狂点射 转眼间地上多了几具尸体 万希被暴怒的阿宇惊吓到 躲在手下后面 暴徒煮饭 此刻阿宇化身复仇者 朝着逃跑的万希 猛烈射击 很快 子弹打过的阿宇 跟手下们展开厮杀 面对贩卖人口的人渣 他没有丝毫手软 一把夺过对方匕首 快速挥舞 解决眼前出现的所有敌人 很快 整个交易现场血流成河 杀到现在只剩下俊朔 两人二话没说 便扭打在一起 高手过招 招招致命 双方你来我往 不分伯仲 最后还是阿宇记高一筹 一刀刺入俊朔胸口 送他领了盒饭 之后 他一路飞奔来停车场 在最后时刻 截停要开车逃跑的万希 阿宇换好子弹 走上车顶 万希见状哈哈大笑 同时还不断嘲讽阿宇 阿宇人狠话不多 对着前挡风波里的一个点 连开鼠枪 最终成功击穿 就这样万希死在了车里 大仇得报 阿宇再无牵挂 决定引淡自尽 结束这一生 就在这时 小米突然从一旁跑了出来 原来俊朔不忍心杀死小米 偷偷将他救了出来 而那个眼球 其实是主刀一生的 随后两人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或许在阿宇心里 小米早就成了他的亲人 犹如女儿一般 温暖着阿宇早已冰冷的内心 好了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本片片名孤胆特工 是由李真凡指导 袁斌领先主演的一部 犯罪动作片 电影剧情较为简单 不过袁斌与小女孩的感情戏 非常切怒原心 两人流畅的演技 与默契的配合堪称完美 而片中的动作戏 也没有让人失望 喜欢的小伙伴 还是值得一看哦 我是范叔 我们下期见